花蓮招逢04-03的强震 导致百业萧条观光客进不来 而花蓮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在成立迈入第20个年头之际 举办了老家庭花蓮斗争雅齐活动 带着40位的长辈 平均年龄78岁 而最年长的有96岁 一起到东大门来逛夜市 不只为花蓮观光尽一份心力 也让老大人们开心逛夜市吃美食 下午4点多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工 开始接种来自花蓮 吉安 新陈秀林的长辈们 参加塞亚齐的活动 老人家虽然行动不便 但还是坐着轮椅 住着管上 开心的来参加 今年特别是零四零三花蓮这里 做地震的影响 那我想整个这个 特别是我们这边的这个 东大门这边的摊桑 我想花蓮这边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老家这里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一个老家舔花蓮 带长辈一起来逛夜市 今天特别有40位的这个弱势的个儿 来一圈长者一起 算最年长的有到96岁 我想这些长辈在我们接送过来的过程里面 很多位都从来没有来接送到 他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些 我们有一群很棒的志工来陪伴他们 带他们去好好地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 现场逛夜市热闹的气氛 长辈们在协会志工陪同之下一起逛夜市 各种美食和玩乐游戏都吸引他们的目光 而老人家也开始采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老家协会表示举办这个活动 除了带老人家出门走一走 也想要刺激经济 尽绵薄之力来鼓励摊商 长辈们一路吃吃喝喝逛夜市 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